美軍的實力正在急速下降 愛國者又不願意當兵 軍隊招生方向又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左派模式 警察被打壓 所以下個新聞大家應該會非常在意 這是印第亞納州大型購物中心發生的一起槍擊案 有一位槍手 我這邊不會說他的名字 也不會有他的照片 以下他的名字的代詞會用 Nao John來代替 這個Nao John想要在這個Mall進行一個大屠殺 最終他還是成功的殺死了三個人 而且打傷了另外兩個人 但是他只殺了三個人 這場槍擊案最後一個死的就是這位鬧種 因為他被阻止了 不是被警察 不是被槍支管理的這個法律 而是被一個跟你我一樣的 合法持槍的普通平民百姓打死的 一個很年輕的人才22歲 他能持槍的原因是因為印第亞納州 有所謂的憲法持槍權 Constitutional Carry 這名22歲的年輕人叫做Elisha Dickens 他跟他的女朋友在逛Mall 他的女朋友看到的這個鬧種拿著槍 就跟這個Elisha說 那個人拿著長槍耶 然後這位英雄Elisha就說 Get down, do not get up 躲起來,不要亂跑 我們來看一下這位英雄的女朋友的奶奶 被記者訪問的畫面 在上廣告,她的女兒說 我記住她的女兒 她的女兒說 她說,ve今她的女生 她說,她問她 她說,她生誠 她說,她不相信她 不會早就在她前陣 她的女兒 她是我經常大家 她真的被認罵 她媽媽的女兒 她說,她在銘巴桑 她的女兒 她說,她唯一 她說,她寅當 她叫她 她在衛生 她使得 她的女兒 她說,她說,她 她被 weet 她叫她 她說,她在路上 He told me to get down and to stay down and everybody should be proud of him for what he's done because if not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lot more. Shay told her grandma she spotted the gunman coming out of the bathroom. She said grandma, I've seen a long gun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Eli told her get down and pushed her and she said it went from there. Investigators say Eli within seconds stopped the suspect, pulled out the pistol he was 一旦泣滯,火山一下 他而且振動 他因此州 白lah的傷害 不由4 四 Personally,人呆 很高 很ㄋ 速在 激 雲 煒 迪 速 他一切拆滅,他很正硬。 他一切拆滅,一切拆滅。 他一切拆滅。 能够掉出口。 他在那裡。 他修行的人。 他在整个工程中。 他才是数捕。 他的福音室。 鸡选举小学。 他在逐步被捕。 他在储蓬培 herself。 他在网友里拆芦 fot 。 他在救助他。 他在几义里。 他们正在地上。 他在驻逐哭人。 這是一個多麼勇敢而且偉大的一個事件 報告出來說他躲在一個柱子後面拔出他隨身攜帶的Glock 手槍對著這個鬧腫開了10槍 在40 yards away打中了8槍 不知道他拿的是哪一把Glock 可能是Glock 17或是Glock 19 這個英雄在一個槍戰而且非常緊急的情況下 在40 yards的距離打死了那個鬧腫 如果有人去過靶場的話 你還不一定知道這個有多困難 因為很多靶場沒有超過25 yards的距離讓你射擊 以下是一個影片一位YouTuber做的影片 他拿著Glock 19打40麻 各位可以看一下有多遠然後那個target有多小 好 現在這個槍戰是一個Glock 19 現在它有HoloSun 509 握手是很緊急的 而且它有一個Glock 19 這樣沒有 當下那個槍手是在移動的 而且是在一個非常緊急呼吸急促 而且非常混亂的一個場面 打中那個人一槍都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而且在拔場打都很困難了 更不用說對方拿的是一把AR-15 而且正在開槍殺人當中 在剛剛這個訪問裡面 他說到這個英雄在編跟這個鬧種槍戰的時候 他叫所有的人往他的後面走 保護著所有其他人 然後這位英雄的槍馬是跟他的阿公學的 因為那把槍買不到一年 美國21歲才可以買手槍 他沒有經過像加州一樣要上什麼課 有什麼執照 也沒有受過什麼警察或者是軍隊的訓練 這個故事簡直就像一部電影一樣 我也覺得應該要拍成一部電影 因為在這件事裡面 所有的好人都做了正確的事情 雖然還是造成了犧牲 但是他們打死了壞人 拯救了更多生命 這是一個幾乎完美的英雄故事 做對的事情還不只他 還包括他的女朋友 19歲叫做Shay Goldman 他正在讀護士的第二年 他挺身而出的去幫助那些受傷的人 隨身攜帶止血袋 來幫被打到的人止血 還有剛剛影片裡的那個阿嬤 他在interview上面說 謝謝Elisha 他救了我的孫女 我的孫女救了人 我很為他們感到驕傲 但是這對Elisha來講 是一個很困難的階段 因為奪取一個人的生命 是非常令人心碎的事情 就算是為了救人 就算是為了做好事 就算他殺死的那個 是個壞人 鬧種 都是對於個人的一個衝擊 請幫他禱告 請幫所有這個案件 相關的人禱告 這是一個多麼充滿 英雄色彩的故事 每一個人都做了正確的事情 除了那個鬧種以外 一個孩子殺死了槍手 他的女朋友 醫護受傷的傷者 還有他的阿嬤說 祷告 請大家祷告 我在祷告 你也該祷告 請神賜平安在我們的身上 對我來說 這個新聞告訴我個人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不是說這些人有多幸運 不是說這是個多麼大的神蹟 就算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大的神蹟 這故事告訴我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這個小孩是有準備的 他不是一個屁孩 21歲買了一把槍之後就帶著到處走 不只是在那邊說 這是我的權利 這個22歲的小男孩 是準備好要救人的 準備好要保護人的 這個小孩 榮譽的獲得了 Keep and Bear Arm 的權利 他是有責任在行使他的權利的 他了解怎麼使用他的槍枝 他訓練使用自己的槍枝 隨時準備好要行使這個權利 這告訴我 訓練跟練習有多重要 不只是在槍枝上面 人生上面所有的事情都應該這麼做 重要的不是大小 而是如何使用 那個女朋友知道怎麼使用止血袋 知道怎麼擠救 這個新聞徹底的粉碎了左派要的槍枝管理 我們如果想要有權利的話 我們就有義務要知道如何使用我們的權利 如果我們想要當一個自由的人的話 如果我們想要有一個自治的社會的話 我們就要有自我控制 自我訓練 自我加強的能力 建國國父John Adams 最有名的名言 他說我們的憲法 只能給有道德的 有宗教信仰的人制定的 他完全不適合治理其他類型的人 他完全不適合治理其他類型的人 這個就是現實 如果人沒有美德 如果人践踏自由 如果我們用我們的自由 來交換放縱 就一定會有人要來管制我們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主人 我們就是一群沒有道德 沒有美德的努力 有一個控制我們的主人 就是必要的 這個新聞剛好反映了一個之前出來的民調 在一個無差別大屠殺中 美國人相信誰? 警察? FBI? 還是有槍的平民? 這個民調是來自於 Convention of State Action 這個民調是槍擊案出來之前就做過的 表示美國人還是有嘗試的 你覺得誰贏得了美國人的信任? 這個問題觀眾可以在下面回答 在一個無差別大屠殺的情況下 你會相信誰? 警察? FBI? 還是有槍的平民百姓? 讓你考慮10秒鐘 在這10秒鐘裡面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可以現在訂閱 記得要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想要支持我們的施工的話 請去我們的網站 www.loveainews.com 請你現在就把你的答案寫在留言區 讓我們也可以在下面一起討論 當然你也可以在Telegram上面跟我們聊天 但是在留言區留言的話 會增加影片的曝光率 既然你已經做這麼多了 那乾脆就趁現在 在還沒有忘記之前 把這個影片分享到你的Facebook上面吧 OK 你答案是什麼呢? 歡迎回來 美國人的答案是 有槍的普通公民 41.8的人回答有槍的普通公民 25.1的人回答當地警察 10%的人回答聯邦探員 然後5%的人回答以向皆非 I don't know 那這個答案不知道在華人圈會是什麼樣子 但是有很多人會覺得非常困惑 天哪 你相信一個神經病的老美帶著槍 超過於警察呀 當然啊 因為左派已經警告了我們好幾年 警察就是一群白人至上 種族歧視的幫派組織 到處在外面沒事把這個無辜的黑人 當成是狩獵對象而屠殺 警察是非常邪惡的 噁心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廢除平民槍支 只讓他們可以有槍 剛剛這句話應該聽過好幾次 只是沒有兩個一起講而已 我超搞不懂左派的思想邏輯 因為反對警察的觀點 應該會增加憲法第二修正案的重要性才對 但是他們不是 全世界最會使用大腦的一群人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更基本的原因 這個叫做輔助性原則 對於政府來說 甚至任何一個組織來說 管理階層越本土化 越地方化的話就越有效 地方可以有責任的做出有責任的決定 會比任何一個政府高層 收到訊息之後做出來決定 更有效 當地方越有權力做出有責任的決定 對於中央政府來說就越輕鬆 只有在地方政府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或者是決定權已經超過地方的時候 才會需要更高的政府機構來管理 市政府管理室內的決定 超過城市以外的才會到縣政府 超過縣政府以外的才會到州政府 超過州政府才會到聯邦 我們保護自己不能只靠FBI 坐著直升機 因為FBI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美國有幾十萬間的大型購物商場 MALL OK? FBI沒有幾十萬的直升機可以到處飛 而且這次德州Uvaldi的槍擊案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連地方警察都沒辦法信任 槍守在裡面殺小孩 他們在外面拿著槍指著父母抓媽媽 我們要有保護自己的能力 因為保護自己是天賜人權 所有的動物都會保護自己 但是人卻只能依靠政府 這是一個多麼愚蠢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憲法會說 美國政府要保護人持有武器的權利 那些專家那些教授 那些想要奪取你的持槍權的 政府天才們 卻沒辦法了解這麼基礎的理念 但是至少 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是有嘗試的 上一次我講到德州槍擊案的時候 有觀眾在下面留言說 我是不是在反對警察 我並不是反對警察 但是那些警察就是應該要被開除 那些警察應該要自己離職 他們沒有在做正義的事情 他讓槍守在學校裡殺小孩 然後他們在外面抓父母 還有人說 這個就是政府告訴我們的規則 我們就是在事情發生的時候 把門鎖起來躲在教室裡面 說這些的人 可以回去問自己這個問題 這些規定有用嗎 當槍擊案真的發生的時候 政府給你的指示有用嗎 他們有來救你嗎 這就是為什麼 你一定要有自救的能力 我們基督徒不能只是 祷告求神來拯救我們 而是跟神祷告 請神賜給我們勇氣 給我們能力 給我們智慧 來當一個藝人 來拯救其他的神的形象 特別是我們美國政府 這麼軟弱的時候 我們這些基督徒 要更有能力 更有勇氣 更有美德的幫助我們的社區 這個樣子 當我們的政府 跟巴比倫 跟羅馬一樣崩潰的時候 我們才不會跟他們一起崩潰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News